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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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是Anning 今天早上想帶孩子到戶外走走 早餐打算來準備鮭魚海苔飯糰 炎炎高溫的夏日 午餐來準備番茄冷麵 還有小黃瓜涼拌雞肉 準備四碗白飯 可以做四個飯糰 放進一半 先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再放進去 往上就類似的 然後放進去 取食者 再放進去 簡單聽一下 開口 再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再放進去 放進去 拌勻 拌的時候就可以聞到香氣了 海苔涼麵分別有粗糙麵 跟光滑麵 飯糰記得要接觸在粗糙的這一面 洗到粗糙 隨便可以 煮粗糙 稍細面 跟光滑煮 搓紙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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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準備裝袋 準備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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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冷泡麦茶 这麦茶是前天晚上就预先先冷泡好的 麦茶味道甘甜清爽 生津止渴又能消暑降火气 煮转唇 方冷泡 煮油 酱油 煮油 煮油 火腿 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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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六點半我們到達目的地 早上有微風 氣溫也不高 玩起來其實很舒服 要來準備午餐啦 先來準備待會要燙雞胸肉 我今天準備的是豬鐵鍋 它蓄熱能力比較好 那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用厚一點的不鏽鋼鍋也是可以 水滾了 可以來炸雞胸肉了 汆燙的屈芯三寶有姜 米酒跟月桂葉 開蓋汆燙雞胸肉七分鐘 幾分鐘後關火蓋上蓋子 燜二十分鐘讓雞肉繼續熟成 再來準備番茄冷麵的番茄湯 高湯230cc 番茄6大匙 沸騰させ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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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頭都是鐵做的容器材質 鐵接觸空氣會有生鏽的風險 所以一定要更換容器 可放置玻璃製品、保鮮盒等 或是保鮮袋 並放入冰箱冷藏 這樣才能食得安心 接著來準備煎蛋皮 準備做蛋絲 你把煎草 放入冰箱 下湯 可放用 去水 放入冰箱 冷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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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小玉米 花椒 小玉米 小玉米 切成 小玉米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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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準備最後一道小黃瓜涼拌雞胸肉 燜熟的雞胸肉完全不甘柴 非常好吃 一定要試試 小黃瓜涼拌雞胸肉 米粉 油 水 蔥 蔥 中文字幕——YK